记忆当中 这是我遇到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超强台风 目前海上风力10级 水深6500多米 到了晚上 风速能达到14级以上 现在我们船在南印度洋航行 这里地处跑小西风带 中年狂风不止 我们的船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根据气象导航公司提供的海图 这个热带风暴将影响到 马达加斯加南部以及非洲南部海域 正好在我们的必经之路 其实像我们这么大的船 完全可以抵抗12级的台风 但是这事不同 浪涌是从南向北侵袭 而我们向西航行正好遭遇恒浪的影响 这也是最危险的情况 时时面临两个选择 第一 减速调整航向 顶着永浪航行 第二 改变航向 绕过大风浪区 第一种方法安全性不高 变数很大 第二种方法的弊端是绕航 这样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船长把我们交到驾驶台 经研究决定 我们重新规划了安全航线 从马达加斯加南部转向 然后偏西北航行 至非洲东海岸 再沿着非洲东海岸南下 绕过厄加勒斯角 现在我们船所出的位置距离非洲东海岸大约十海里 从侧后方袭来的浪涌 层层叠叠叠 越过船身 直奔大陆 而且船尾已经上浪 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浪涌拍击岸壁 反弹回来 与持续跟进的浪涌再次撞击叠加 浪涌所释放的能量使波高居然增加 这一刻我们船舶几乎横摇超过25度 船上说 让我回房间先休息一下 晚上还有值班 看看我的房间 刺激吧 早已经一片狼藉 就这种情况 怎么能睡得着呢 按计划航线 我们船需要大角度转向 沿着非洲大陆的东海岸南下 风浪中转向是非常危险的操作 甚至有轻浮的危险 我们船长30年的海陵 非常有经验 经过观察浪涌的特性 一般来说 8到9个小浪之后会跟一个大浪 可以在两个大浪之间满舵加速 尽快掉头转向 天色越来越暗 我们需要尽快找到转向时机 终于在一个大浪之后 船长下令佐满舵 同时我把船从慢速前进 推至全速航行 真的是好彩 我们暂时脱离了最危险的状况 这个是驾驶台的夜航模式 晚上不允许开灯 只能看到各种仪器设备的星星点点 坐海员 早已经习惯了这种黑暗的环境 现在外面风速十级 但是顶风顶浪 船舶基本上已经脱离了最危险的情况 今天也得到了船长的认可 咱山东的爷们到哪必须都是好样的 外面风速八级 浪高三到五米 此次经历 我再次感受到 想要在海中乘风破浪 必须敬畏自然 尊重规律 我将带的勇气和毅力 在森兰航道上继续扬帆远航